全台灣最有資格 想說被酸民霸凌 被網路上被黑 最有資格的兩個人就在現場 綜藝天王 吳宗憲每到年初開春 工作總是滿檔 但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擴大 連帶衝擊台灣演藝圈 吳宗憲三場活動被取消 損失超過1500萬 我們的廣告沒有增加 海外的收益銳減 巧腹難為五米之垂 事業受到衝擊 憲哥霸氣回應 個人工作事小 正在努力看能不能對災區伸出援手 疫情一天比一天嚴重 黃子嬌工作也被影響 目的先放在前面 而是把你自己的初衷 放在永遠的那個心裡的位置 各大活動上 總會看到黃子嬌主持身影 黃子嬌六場活動被迫取消 損失超過六位數字 但他依舊喊話 目前供體時間重要 因此被所有廠商 視為暖心典範 另外模仿功力 身後的郭子嬌工作有了變動 他們有要求 他們說一定要 我一進場一定要 豁出得去人進得來 高雄發大財 模仿政治人物 微妙微笑 深受廠商喜愛 郭子嬌近期也有四場活動 遭到延期 何時舉辦還未知 但經紀人表示 相較SARS時期草木皆兵 郭子嬌沒有過度恐慌感 反而提醒大家 防疫秘訣要大家多注意 記得黃英俊 李玉涵台北報導 主 adviser 李玉涵台北澳